哈喽大家好 我来看一看这个 哈喽 要怎样可以 在iPad上面也可以看得到我的节目呢 这样子可以看大家的留言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现场直播节目 你好 Gary 嗨 今天可以说是我第三次做现场直播节目 那第一次呢 我们一起做了这个牛排 第二次呢 是我昨天在跟大家试这个怎么样做现场直播 在手机上 你好 Elean 然后今天呢 是我们第三次做现场直播节目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Smash Burger 那因为昨天我们在试这个手机现场直播的时候呢 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字其实有点小 不过今天这样子看其实也是可以 可以看到 虽然是有点小 所以今天我这边呢准备了一个iPad 就是为什么我想要试试看 可不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大家的留言 诶好看到了影片出来了 好 所以在这里呢 我会看一个 我会放一个iPad 所以时不时的话呢 我的眼睛往这边看 大家不要介意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你好 晚上好 晚上好 Hi Steven Hello Casey 大家好 感谢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说了这个Smash Burger 其实我全家人都很爱吃 我的先生啊 我自己啊 我的两个宝宝都很爱吃Smash Burger 那这个Smash Burger到底是什么呢 那等一下我会慢慢的跟大家解释 啊 其实说真的 今天的这个做法呢 我也是从我先生那里学来的 他是做汉堡专家 因为他很爱吃 所以也很会做这个汉堡 他其实不太会做其他的美食啦 不过在疫情这个之间呢 他就发现自己好像在这方面非常的有天分 Hi everyone 你好 你好 有台湾的朋友们 你叫于奇林 你好 感谢收看 Hi 好的 Hi Angie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那首先我们会需要到的就是牛肉 叫牛肉 那这边是我准备好的牛肉球 你把这些牛肉呢给它用成球 我使用的这个牛肉是80%瘦肉20%肥肉 那如果再瘦一些的话呢 我觉得口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 那你主要就是给它用成大小差不多就可以 每一个呢其实我有给它量一下 大概是2.5oz 也就是71克左右 那当然了你不需要那么精准啦 好的那这里这个牛肉呢我先给它放旁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做汉堡的酱汁 Hi Wendy Hi Lily 还有 Sami 你好 感谢收看 然后还有加拿大的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今天的直播 直播是第三次做 心情还是蛮紧张的 感谢大家的帮我加油 然后让我有这个勇气来做这个直播节目 好的 接下来讲到酱汁 汉堡的酱汁呢 其实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 像是刚刚说到说我今天这个汉堡的做法呢 是跟我先生学来的 可是我的酱汁后来我发现 我做的比较好吃 我的跟它有点不一样 那他也承认他觉得说 我的酱汁真的比较好吃 虽然他今天本人不在 不过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酱汁需要什么呢 这里我拿一个碗 然后拿上我们所需要的调味料 然后拿上我们所需要的调味料 美乃汁我们先放一汤匙 大同小异哈 你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 每个人的做法都可以不一样 好 然后这边再放一汤匙的番茄酱 我的比例呢 都是1比1比1比1 对 好 然后这边再放 这个是甜黄瓜 甜黄瓜酱 Sweet Relish 好 然后也放一汤匙 洗出来的这个声音有点搞笑 好 稍微再多放一点点 OK 嗨 嗨 Johnny 嗨 Johnny So good to see you here 然后再放一汤匙的这个 黄芥末 黄芥末 如果你要是放日本的芥末呢 可能会比较辣 不过你喜欢的话也没有问题哦 好 我们再放一汤匙的黄芥末 把酱汁呢我先给它放到旁边 拿一个汤匙给它搅拌一下 因为呢我今天是使用这个手机做直播 所以我们没有两个大的那个相机在这边 可以切换镜头 那大家呢就就不要太介意哦 好 这样子 这边做好这个酱汁 颜色呢大概是有一点像是这种橘黄色 还蛮漂亮的 我觉得这个味道不错 好 把酱汁做好了之后 我们先给它放旁边 Hi Aime 很高兴你可以来看我的直播 感谢Aime 感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哇 还有Norway的朋友 Hi Joanne 还是Joanne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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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呢我还准备了汉堡面包 刚刚我给它包起来了 几个人吃呢当然就准备几个几个几个面包汉堡 那这个肉球呢其实你可以给它做成一片的肉片啊或者是两片的 double patty 或者是三片呢四片你喜欢几片都没有问题 那我今天这边准备了四个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黄油 butter 想多放一点就多放一点如果想要减肥的话呢少放一点也没有问题 涂上每一片面包上面呢我们都给它涂上一点黄油 好就这样子放在中间就好 其实我这个ipad这边看上去好像有一点的累 大家在留言 嗨 Alex 看到Alex的留言了 你在你在 你搬家了吗 我很喜欢LA 是的以前其实我也是住加州 好怀念那边哦 主要是喜欢那边的天气 还有那边的人 纽约的人也很棒啊 不过天气冬天呢真的是好冷啊 我不是很喜欢冷的天气 好的 那我们这个面包呢都涂上了黄油之后 哦你还没有搬家 好的 加油加油 那这里呢我把这个铁板放在这边了 因为这个铁板的形状呢它有一点长 所以我放了两个 两个炉子在这里 主要是让它有一个平稳的重心 这样讲对吗 好那我把火打开 看一下火开了吧 好的 火打开之后呢 我们等一下先来烤我们的面包 大家都在说什么 Nice to see you today Nice to see you today too 然后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啊英格兰 我很喜欢英格兰 其实我的先生是在英国求婚的 所以我也很喜欢那个地方 家住住哪 加州住哪里 我以前加州住是San Jose 我的大学其实是读Santa Clara 对 然后真的好喜欢那边的天气啊 所以说那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 觉得那边 啊有一点闷 不过后来回来纽约之后呢 才发现加州真的很棒 天气简直就是 啊怎么会那么棒 不过最近呢 好像听说那边有一点干旱 水比较少 纽约这边还不会 所以还是觉得自己很幸福 嗯 要知足 知足 知足 要知足 哈哈 是的 哎好了 我们的这个 铁板呢 你可以使用铁板 铁锅也可以 热度可以了 我已经感觉到它很烫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面包给它放下来 稍微的 煎一下 煎到有一点金黄色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黑 不过有点黑了也没有关系 大概是三十秒钟的时间 小心哦 不要烫到自己 哈哈 是的 再拿一个盘子哦 看一下 偷看一下 好了 就可以拿起来咯 嗯 非常的香 牛油的味道 今天呢 我们纽约的天气不错 昨天一直在下雨 看上去非常的暗 今天天气凉了 感觉是秋天的感觉了 好了 面包好了 看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焦香就可以了 我先来关火 嗯 所谓的有一点焦香呢 就是有一点这样子 这个没有完全焦香也没有关系 这样子 哇 好香的面包呗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在这里我还准备了一些 一些青菜 有生菜 还有番茄 然后我们把一片子的生菜呢 放到下面的这个面包上 下面上面现在有点搞不懂哪一个是 好 生菜 一片放到下面的那个面包 然后再切好的这个番茄呢 我的手是干净的 刚刚都有洗 洗了好几遍 好 放在这边 也是放在生菜上面 然后番茄 也放在这个 生菜上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刚调好了那个酱汁 有没有 我们先给它准备出来 酱汁 也就是一汤匙的份量就好了 多一点的话 你喜欢也没有问题 涂在番茄上 好 用好了之后呢 酱汁放旁边 我们这个面包 我也先给它放旁边好了 收拾一下 好 看看大家要再说一些什么呢 哈喽大家 你好 大家的名字其实有时候还蛮难拼的 不想要念错了 嗨 Sky Chow Sky Chow Right Angie 你好Angie 还有 大家好多人在看哦 现在有118个人在看 我觉得 还蛮兴奋的 又兴奋 又紧张 是的 哈喽 哈喽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做牛肉了 好 青菜我先放旁边哦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随时 问我 虽然说 我在这边做菜的话 如果我瞄到你的问题 我就会帮你解答 你好 黄 凤 姜 其实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我的中文呢 其实 只学过一年 对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看我那个食谱啊 上面写的那个东西好像有点莫名其妙 特别是写中文的时候 我很多的中文呢 都是需要 google translation 从 写好了英文之后 给它翻成中文 这就是为什么 昨天还有一个网友 他非常的好心 他一直在跟我讲说 哦 Sissi 你这个可以这样子翻哦 你这个可以这样子翻 其实我觉得 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恩 好的 我是哪里来的 呃 说来非常的话长 我呢 其实是 我是中国人没有错啦 我生在北京 嗯 然后大概两岁的时候呢 就去了东南亚 所以 学的这个语言呢 是完全另外一个语言 我学的泰文哦 我会讲泰文 小时候的时候 人家以为我是 泰国人 因为我讲的泰文 可以说是 非常的标准 所以那个时候呢 讲中文也没有学过 后来是又回到 中国去学了 一年 一年中文 因为那时候 我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那时候我完全不会说 中文 不是 说是会啦 写是完全不会 所以就给我送去了 中国学了一年中文 就是为什么 我的中文程度呢 应该是 小学 小学程度吧 嗯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话不多说 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的这个 汉堡的话题 开火 铁板 我们使用的是铁板 好 那如果你家里有铁锅呢 也是可以做的 也是可以用 最好是 铁锅 铁板 如果你要用不粘锅呢 也是没有问题 只是它会没有那么香 香 Smashburger 为什么香 等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它那么香 那么好吃 我最喜欢吃的汉堡就是 Smashburger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层 很焦香的那个表皮 非常的好吃 然后在美国呢 有两 也不能说是两大家啦 不过其中的两家我比较喜欢的汉堡店 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做法都是 Smashburger 以前住在加州嘛 跟大家讲过说 大家 加州的非常普遍的一家这个汉堡店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有没有人知道啊 加州非常好吃的一家那个汉堡店 好 那等一下就跟大家讲 现在它已经开始冒烟了 代表它的火候已经可以了 原理呢跟中国的铁锅非常的相似 要怎么样不粘锅呢 热锅 凉油 诶对 我还没放油 是 这边我用的是清淡橄榄油 这个不要太高了 等一下我们的那个smoke detector会叫 热锅凉油就会不粘锅 你把这个铁锅烧到冒烟之后 最好是在室外做 在室内的话呢 要小心 等一下那个smoke detector会开始开始叫 然后凉油放下去 好 这个来打开哦 放下去 不需要放太多 大概一汤匙就好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肉球给它放下来 我们的工具 两个这样子的大铲子 我鲜鲜的工具 好 我现在来用一下 你可以压下去 这个 这样子压 另外一个呢 帮忙 帮忙压 这样子有没有 叉的一身 下面的那一层就会变得非常的香 起来压另外一个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闻得到这个味道 好香好香 那其实呢 基本上我加大上宝都是我学学在说 今天 今天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秘密食谱 压下去 好 铲子呢 这里拿起来之后就放旁边哦 撒上黑胡椒 不要烫到自己 来 再撒上盐 这个黑胡椒 这个黑胡椒也要现在放 不要之前放 之前放的话呢 肉会出水 你在吃这个汉堡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么多的多汁 没有那么多汁 对 这个是拿来翻汉堡的 汉堡 汉堡肉 再给您的帮忙压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几分的香 偷看一下 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再翻过来 哇 你看这个颜色 看得到吗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 金黄色的 非常的好吃 现在呢 我要准备一下美国 cheese american cheese 为什么要放american cheese呢 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化掉 而且放别的 cheese呢 口感就 没有那么好 好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面包呢 拿过来 因为它很快的就好了 肉一下去之后呢 基本 一分钟的时间吧 差不多大量的再吸食 很快就好了 你可以看它的颜色啊 或者自己 自己看这个温度 好的 我看 我偷看一下 颜色 颜色 很棒很棒 好 我关火了哦 这个肉 这个肉 拿下来之后呢 就给它放到 我们刚刚用好的面包啊 这个番茄啊 青菜啊 还有酱在上面 你可以做 double cheeseburger也可以啊 triple cheeseburger也可以啊 那我今天还是 一个就好 因为我咬不下去 太大口了 好的 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做好了的成果 我们的 smashed cheeseburger 就做好了 非常的香 你看它那个cheese 在往下流的感觉就 嗯 非常的有食欲 有没有啊 哇好棒好棒 那 这个给你吃 这个给我吃 好吗 好 这个我放在这边给你吃哦 那这个我来吃 这个烟味好浓哦 现在 先尝一口吗 还是先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好 那我先吃一口好了 要趁热吃 哇 它在流汁 非常的棒 甜啊 咬一口了哦 嗯 哇 嗯 嗯 这个肉 十分十分的多汁 而且外面是 焦香味 好浓郁 嗯 好棒 好棒 嗯 哇 好棒好棒 我拿一个纸拆一下 在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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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一口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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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洗下手吗 手有点油 马上回来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好好好 回来了 回来之后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里我还是可以跟大家继续回答 Johnny说 I'm too busy to cook going to get in and out Yes in and out So I was talking about smash burger in and out其实就是smash burger的一种 我住在加州的时候 特别是上大学的时候 大家知道 读书啊 然后肚子饿了 外面就有这个 就有in and out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非常的喜欢 那搬到来东岸这边 大家应该也知道 东岸没有in and out 东岸有什么呢 我们纽约这边有一家叫做sick shack 嗯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sick shack之后呢 我就没有那么怀念in and out了 不过你要说这两家到底哪一家比较好吃 嗯很难说 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先生会做这个smash burger之后 我就没有那么怀念 加州的in and out 也没有那么想要去吃啊 纽约的sick shack了 因为他做的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smash burger呢 真的很好吃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Thank you for sharing 哦感谢感谢Claire 非常感谢Claire 感谢大家 感谢Amy Amy是 真的可以说是我的 非常头号粉丝 很好的朋友可以说 我youtube每一次中文频道呢 他一定在那里 非常的感谢在这里 还有很多的这个 这些 网友吧 像是Johnny呢 我也认识他了好多好多年 其实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认识Johnny了 感谢感谢 感谢Amy 还有 很多很多 还有感谢Alex 他也是 常常的在这边碰我的唱 谢谢你 也是谢谢Amy Thank you so much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 现在可以问我 Johnny的笑容 好的 好的 那在这里呢 还是跟大家讲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做的话题 也是可以跟我分享 就是说你想要做什么呀 以后呢 我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实现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做妈妈的 我相信有很多妈妈在这里 真的是不容易 每天呢 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忙哦 好忙哦 起来了之后 一整天的两个宝宝 那现在宝宝他在那个Preschool上学了 我就好一点 可是一整天的时间呢 还是不够用 每个星期呢 都提供给大家一个 一个影片 一个食谱 除了拍摄之外 还要剪辑 然后剪辑之外 还要come up with the next recipe 然后 现在呢 因为 可以说是一个好朋友吧 他一直鼓励我说 要多做这个网络直播节目 他的名字叫做Abby I don't know if you're here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so much for 一直鼓励我做这个live show 是的 感谢感谢 感谢大家 好吧 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 今天就这样子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我努力的每个月呢 尽量给大家一起直播节目 这样子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互动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问我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有问题吗 我来 我来买 我是马来西亚来的 Hi Angie Hi Claire Oh thank you so much Hi Claire Thank you so much 是的 每一个妈妈都很wonderful I believe that Not just me Every mom Every dad too Dad's are amazing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好的 中秋节快要到了 有没有做月饼 有的 我的月饼食谱已经出了两个了 有在我的粉丝页上面 或者是在我的YouTube上面呢 都可以看到 我有两个月饼的食谱 那今年又做了第三个月饼的食谱 是冰皮月饼 不需要烘焙就可以吃 大家可以看一看 总共有三个月饼的食谱 你祝大家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祝大家在这里 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团团圆圆 万事如意 在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美国东部 美国东部 所以是白天 现在呢大概是快要1点钟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呢 做了大概半个小时了 美东不是马来西亚 我没有住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很不错 我住过新加坡 是的 好了 今天就这样子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呢 不是直播哦 而是我们平常的那个影片 直播的话呢 我会再努力 再跟大家讲说 什么时候会有直播的节目 好了拜拜 感谢感谢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 晚安 下午好 下午好 拜拜